现代战机隐身理论 最早是由苏联科学家 彼得·乌菲默切夫提出 当局无形议成英文后 这一理论远度重扬 成了美军一用多年 爱不失手的技术 所谓拿人家手短 美国至今也未能逃脱 俄罗斯雷达探测技术的探测范围 但不得不说 美军五款顺应时代发展出的隐身武器 一直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 不论是哪一国的研究成果 当隐身技术在军事武器领域 真正得到实际应用与检验 对世界军武作战策略与习惯来说 都是一次影响力巨大的撼动 彻底改变了空中 乃至海上作战的游戏规则 按照美国的惯用说法就是 通过引进新技术 玩法变了 我们制定了新的海空作战规则 事实上也是如此 具体表现在 美国掌握了隐身技术之后 随着时代需求变化 发展出了以下几款 致命引擎战争武器 SR-71黑鸟 来装自洛克希德A12 快速侦察飞机的变体之一 续号接续自XB70系列轰炸机 最终被设计为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 能在25900米的高空 以3.2马赫的速度飞行 极尽可能超越逃离威胁 并实现了到1999年退役为止 无一被击落的记录 同时 首飞于1964年12月的SR-71 也拥有雷达横截面较小的 物理设计特征 高速 高空 较低的雷达探测型 使得即使地方地空导弹基站 发现并追踪信号 SR-71也将在地空基站 发射导弹之前逃出升天 当时苏联速度最快的拦截机 米格25 最快也只能在不高于 24000米的高空 保持2.83马赫时速飞行 可以说如果追起来 连这架SR-71黑鸟侦察机的边 都碰不到 即使到现在 SR-71的速度 在飞机建造室上 也是不遑多让的 也是历史上 首批融入了隐身设计的飞机 最终雷达横截面 小于10平方米 当然 现在连吹上天的阵风战机 其雷达横截面积 都达到了略高于1平方米的水平 10平米以下的隐身等级 还是比较低的 但和早期F-15的 100平米横截面相比 就十分受用了 当时的隐身设计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 SR-71机身表面设计中 注意避免雷达波的反射 其次 在机翼处 机翼 机身的材料使用上 注重与主要成分 钛胶体使用 以实现复合材料 吸收雷达波的效果 其三 J58大型加力引擎 及其进气口 被设计定位在机身附近 其次 就是黑鸟昵称的牛莱 全身覆盖 含有微小铁氧体 球体涂料 整个外观如同一只黑鸟 这一设计 被相信 有助于减少雷达横截面 SR-71黑鸟的机认者 洛克希德 F-117夜鹰 就不曾被机身材料 深深困扰 并且 在真正借鉴了 乌菲莫切夫的 雷达横截面理论后 选择了多面角表面设计 成功将雷达横截面 控制在 0.001平米左右 但相应的代价是 由于出气口 进气口的设计限制 而导致发动机推力 提升受限 机翼纵横比极低 以及为了多偏转雷达波 而设计的 50度后掠角 都使得 F-117夜鹰 只能以亚音速飞行 作为首架 可操作的隐身战机 一直到1988年 正式公开 F-117夜鹰 都不曾露面 甚至 五角大楼 都很少有人听过F-117 这个项目始于1975年 当时 苏联的低对空导弹 设计得越来越复杂 雷达的探测技术 也越来越高明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 激动了北约的 中型轰炸机 逃避雷达探测的想法 就诞生于此 但是 F-117并非隐形战机 而是一架 不具备空对空 作战能力的战术轰炸机 比如1898年的 首次参战 在巴拿马 向里约哈托机场 投了两枚炸弹 而在1991年的 海湾战争中 F-117约飞起 1300架次 总航时达 6905个小时 对1600个高架者目标 进行了直接打击 美军《沙漠风暴白皮书》中 有这样的描述 F-117是唯一赶在 巴格达市中心 冒险的飞机 而F-117的飞行员 也非常给力地 直接以强盗自比 然而 占领空前的夜莹机队 败在了1999年 对南斯拉夫军队的 作战任务中 被南斯拉夫版 苏联S-125 涅瓦号防控系统击中 美军对此次 失利的反应是 组建了一个武器学校分部 专门改进作战战术 目前 F-117机队 已正式退役 但其中一部分 仍保持失衡状态 F-117在一浪 高过一浪的 军事科技大海中 逐渐显露出一些 不适应的地方 比如 机身的多面角设计 维护起来相当麻烦 而洛克希德的 两度改进 F-117初始型号A 发展出 F-117N和F-117B 可惜 英美两国空军 都不太满意 也就没有收到订单 而 诺斯洛普 格鲁曼公司的 在高科技轰炸机 项目竞赛中 胜过洛克希德 获得设计研发 B-2的资格 B-2幽灵重型 战略轰炸机的 隐身性是多方面的 包括 对升学 红外 视觉和雷达波的 综合考量 使之得以逃脱防空 等多种先进探测系统 并趁机对 严防死守的目标 对象进行打击 此外 B-2还配有 先进的 现代化航空电子系统 报道称 B-2的雷达航截面 约为0.1平方米 速度可达0.95马赫 航程1.1万公里 飞行高度为 15.2公里 有效赫载 限2.3吨 作为一架飞行翼飞机 机体类似于 无线平板 是理想的隐身形状 所说空气阻力也小 其上弯曲与道源设计 也被超级计算机 演算证实 可谓偏转雷达波数的形体 此外 发动机被设计 掩埋在机翼内 实现对风扇 与排气横积的隐藏 发动机进气口下方 边界层 为机身进气口 对热废气 具有一定的 加速冷却效应 从而降低热信号 为此 B-2摒弃了 加力燃烧式设计 即使是雷达波 反射率很小的 平板设计 也需要注重 材料本身的吸波性 除吸波涂层 B-2大部分采用 碳、石墨、复合材料制造 能够吸收大量雷达波 且坚固、制氢 使用这些材料之后 每一架B-2不出航时 都需要躺在 单价500万的 边界式气候机库 B-1B-1系统中 以保证 其整体运行性能的 稳定与完整 为了在核战中 冲破苏联的防空系统 原定生产132架 因冷战结束 最终仅制造了21架 B-2于1999年 科索沃战争期间 首次亮相 三战期间 摧毁33%的轰炸目标 部分得益于 GPS卫星制导技术 是当时第一架 GPS制导轰炸机 值得提出的是 B-2仅占北约 34,000架此轰炸机的 千分之1.5 却完成投弹量 总数11% 也能看出 其重型的分量 在2017年的 利比亚任务中 两架B-2 共投放49.21吨 精确制导导弹 往返航时 34小时 途中加油15次 受苏联新防空系统 及苏-27米格29的 战力影响 其1979年 B-2高科技轰炸机 计划之后 美空军1981年 再度提出 高级战术战斗机的要求 以取代 F-15 F-16 计划投入最新技术 在最重要的 隐身性能之下 使用复合材料 轻制合金 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 以及推力更强的发动机 着重强调隐身性 和超巡航能力 洛克希德2009年 发布的信息显示 从某一角度看 F-22的雷达横解面 达到了0.0001平米的水平 承包商 出于绩效成本考虑 调整并降低 短距起降要求 取消了推力反向器 测试雷达 红外搜索 与跟踪系统 保留了添置空间 与重要的冷却装置 尽管如此 空中估值 也从2.27吨 增加到2.72吨 推力要求 也增加了一个等级 从3万 变成为3万5千磅力 机身形状改进后 空气动力条件 得到改善 推力强度和隐身性 也有所提升 F-22猛禽 作为第五代战机 为人所知 美空军将其视为 隐身飞机中的 第四代战机 它也是首例 融合超巡航 超机动性 隐身性能 航空电子 与传感装置的战机 复养轴 使之具备 高引脚机动性 且不加力情况下 最大速度可达1.8马赫 加力飞行速度 超过2马赫 速度与机动性的配合 使之传感装置 与武器效率得到提升 同时 对地作战的生存能力 得到一定保障 虽不具备 传统的红外搜索 与跟踪系统 但F-22的航空电子系统中 包括多种电子战 探测设备套组 从而具备检测 和识别敌机威胁的能力 兼职微型预警机的火 在隐身性 与机动性方面的 决定性优势 让F-22一度稳坐 五大战机 头号选手宝座 在2014年9月 到2015年7月 美军对叙利亚作战任务中 F-22共计飞行 204架次 在约60个地点 共投弹270枚 最初计划订购750架 已取代F-15A-C 但于预算问题 最终削减为183 说到隐身武器 除了更迭不穷的 隐身设计战机 最令人着迷的就是 藏匿于深蓝的各式潜艇 即使舰身不做特殊设计 水面舰艇的雷达 也很难发现这些 没入水中后 就不存在雷达截面的危险 唯一探测的可能就是 潜艇浮潜时 未能避免的水花 和发动一击入魂技能时 未能消除的响动 这也就是潜艇隐身性能的 关键所在 静音 俄亥俄级核潜艇 是美国三代战略核潜艇 1960年代 被设计用于防御性战略部署 应对苏联方面战略核力量 2002年至今 俄亥俄级核潜艇 一直作为美国战略性攻击力量的 核心而存在 同时也是美国海军现役 唯一一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2003年 根据军备限制协议 18艘俄亥俄级中有4艘被改造为常规动力 根据官方数据 潜艇时速20节 实际测速可达25节 这一级别潜艇 在设计时 使用了大量降噪技术与材料 船体呈圆柱形 两端呈流线型截头圆锥 分别放置压载舱与球形天线 螺旋桨轴等 船身上部覆盖可渗透流线型结构 将导弹发射紧 船尾辅助设备 及尾部天线都收纳其中 这种复合设计形成的轻型船体 被认为是单船体设计 有助于减少流体动力噪音 同时实现低噪音最大航速 动力系统在冷却循环时的特殊低噪音模式 可保证主要电路大部分功率运作如常 低噪音模式下 通过涡轮发动机产生电力 螺旋桨有涡轮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驱动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螺旋桨轴 这也消除了变速箱可能产生的噪音 总的来说 俄亥俄级的单可体轴对称结构 单轴推进系统 脑性连轴器 各式连接器 插件 以及低噪音模式 消除环流的设计 与拉斐特级核潜艇的134分贝噪音 降低至102分贝 传说认为 俄亥俄级核潜艇 从未被苏联潜艇与潜艇探测系统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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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